小玉阳给你 我注意到哈 这几位演员上场之后 有的观众乐得 也有那个使劲咬着牙的 为什么 就恨的 说那个新校林 有的时候整骨 我这样走大马路上 给他吓一跳 就比如说该年宋小宝 固扬了穿出了一只手 对对对 不要紧 观众朋友们 这回我替你们解气了 来之前呢 你别看他们老整骨别人 来之前我也给整骨他们 真的呀 那赶紧看一看 大家我想不想看 想 好 接下来通过一个微信啊 咱们就接一下 来 好 好 二周我给请 这样 给我们节目写一句话 然后呢 写上你的名字就 啥都看写个名 签一句话 那你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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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笨 哈哈哈哈 啊 这笔牙的 哎呀怎么样 你都给人整住后一阵了 以后再也不能签名了 这个粉丝谁说找一个签名 就不干了 特别给孙老板吓的 本身脸就黑都吓死了 看着姿势的 头部都站着起来了 你看这几位明星 转型都到了 其实呢我还请了一帮 咱们新校围的热心观众 哎呦 多热心 我跟你说 那他一看着咱们节目就疯了 是吗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我的西小里太好看了 我的天呐 我不看都不行了 真的假的 那接下来呢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四位特殊的热情观众 咱们来点掌声 有请四位闪亮登场 来 有请 哎呦 哎呦 这位明星大腕啊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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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见 哈哈哈哈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哈喽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好好 那从我最近的这位嘉宾好不好 好 哇这位造型非常阳光非常帅气 今天打扮还有点嘻哈 这位帅哥啊 想必大家看到他呢 这个都非常的熟悉 那这位呢 曾经在之前有一部特别热播的电视剧 落地挺在手机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另外呢 在现在央视热播的大剧 老大的幸福当中呢 成功的扮演了傅吉安 我们欢迎著名的影视演员 周浩东 欢迎周大哥 大哥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浩东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明星 赚起来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都开心快乐 谢谢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 周老师是嘻哈风 我要为大家介绍第二位 我们的刘大哥是牛仔风 哎呦 刘大哥 大家好 我是刘晋明 对 老久没看到你的老乡你们 特地学着咱们东北话 刘晋明刘大哥 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可能大家看到过刘大哥 演的很多部电视连续剧 像这个《义部容情》 里面饰演的这个倪俊杰 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好 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进行 嘉宾的介绍 有请王荣给大家打一张招呼 有请 大家好 非常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我们倪庭传起来 然后真的感觉到这个气场很不同 是 然后就是特别搞 从我飞机落地到现在 就没有停过笑了 你放心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呢 真的 王荣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曾经一首《我不是黄荣》 红遍祖国大江南北 还好还好 是这个流行音乐界 现在响当当的电舞天空 来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王荣 谢谢王荣开心 好 好 接下来这位你看看 我们俩的头型有一拼 哈哈 哈哈 哎呀这小头 挺漂亮 你敢在呀 我不敢 哈哈 大家晚上好 我是好雷 好雷 从这个17岁不哭 这个杨雨凌 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我的兄弟叫顺流当中 扮演顺流姐 也给我们 哎呀带来一种 一种不同的风格的一个 这个这个 一个戏对吧 所以说我就是特别喜欢好嘞 来 把掌声送给好嘞好吗 欢迎来到我们去顺序 来 拜拜 对 那大家就说两句好不好 呃 说了啥呢 我是那个纯正的东北人 东北人 啊 希望今天晚上能跟大家一起在这把嘎嘎 过得愉快 在这嘎嘎嘎 哎呀好 我们这个二人的舞唱诗 来 再次来点呐喊声送给好嘞 好不好 好 好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哎 我说叉脸啊 怎么样 刚才你介绍嘉宾之前 你说这是四位热心观众啊 对呀 新孝林的观众 不是 你看 你不跟你们好嘞 你看 是吗 啥儿啊 新孝林 新孝林 就是看过新孝林吗 没看过呀 哎 啥儿 你也太过分了 都回事 热心观众啊 刘大哥呢 你也不要这样说嘛 太过分了 我连听都还没听过 对对对 他说听都没听过 丢不丢脸 你干啥呢 干啥呢 你说的都好好的吗 都不太会说话 看出来了 都不太会说话 对对对 你看 这这绝对看过呀 对呀 而且我说他 是忠实贩子 你可以有 七七看 你看看 里边还有一帅哥主持人 对呀 叫什么来着 哦 圆脸 圆脸 就那脸那圆的呀 是特别的圆 对对 哎 他怎么就这么圆呢 大圆脸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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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合股 是不是 你看大家都知道 合股研究在整骨 是不是 你这个不是 你真是圆脸 是周大哥的 你别说这样 刚才我们给你开了个玩笑 其实我们很喜欢这个 新校龄 新校龄这个节目 我们真是热情观众 是吗 真是 你那个笑容让我们一点都不行 有意见 他们的体肯定有多好 好吧 我看出来了 这真是热情观众 没错 把我们新校龄里面 整骨那个绝招都学去了 而且都用余杨招了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整骨啊 就是我们新校龄节目的一个 就是搞笑的方式 就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搞笑的方式 让你乐一乐放松一下 对对对 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 这个笑挺容易的 但是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刻 一直让大家笑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在探讨 这么多人整骨高手 今天都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就想问一下 哪一个是整骨手段最多的人 最多的人 我跟你讲啊 杨阳这个很重要 这个决定了 待会我们这个奖项给谁 好吧 这样啊 我有个提议 要说这个奖项的 我最了解 谁最能整骨 谁最能秀 谁最好玩 这样 我提一个意见 有个候选人 他特别棒 这样咱们也是通过一个短片 大家来认识一下 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请看大陪伍 好 iqu别说 还真正儿 好 vibrant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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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